Hello 大家好 我是Henry Sir 今天是10月15日 今天就录這段片想說一說 股票除權的安排是怎樣的 就是說股票而已 就先不要說期權 就是說股票除權 但我們開始說之前 我就想趁這個影片通知一下大家 我們有一個新的WhatsApp號 就是68518419 因為一些技術的問題 之前WhatsApp的電話號碼就不能再用了 這就是我們以後新的一個聯絡電話 之後所有的Webinar Presentation 所有WhatsApp都會更新到這個電話號碼 而救生或者準備上課 上課的 或者可能有些影片上課 我們會傳給你的話 如果你看到這個影片 你看到這個電話號碼 都可以主動傳一個WhatsApp給我們 hi hi hi我們 我們就會再跟你協助聯絡 我們會更新到知道你是哪一位同學 最重要看到你的號碼 就更新了 9個電話號碼 5619個電話號碼 就不能夠再用了 OK 好了 今天就想說一說股票的隨權 今晚之前在YouTube上面 看到有些同學就問了 騰訊為什麼不是最高位770多元 為什麼我看富途最高位只有700元 那是不是富途的APP有什麼問題呢 其實這件事跟所謂的隨權是有關係的 首先我先說一下什麼叫隨權 舉個例子 股票是很多時候 如果那間公司 上市公司是賺到錢的 他會派息 或者可能他會把一些股票 因為那一間上市公司 是可以持有另一間上市公司的股票的 最明顯的例子就是 當年2021、2022年 騰訊是將他手上拿著美團的股票 和京東的股票 分兩次 派給每一個股東 按當時的股價 來計算 究竟拿多少股騰訊 會收到多少股的美團 或者多少股的京東 那這些也叫做隨權的安排 另一種所謂隨權的安排 第一種就是派股息 第二種就是派第二間上市公司的股票 或者可能不是派上市公司的股票 派一間未上市公司的股票給你們 都可以的 第三種就是 美國的股票很常見 就是拆股 最近的英偉達是一拆十的 通常就是這幾種情況 例如公股、拆股 這些都是第三種情況 等一下我們會用騰訊和英偉達 兩個例子 講一講究竟隨權的話 究竟有多少種不同的模式去做呢? 或者之前YouTube的朋友就說 騰訊不是七八七十五元嗎? 那為什麼會是這樣的呢? 我簡單來說 我當某一間公司 我舉個例子 就用騰訊為例 這就是富途的APP 我就按進去 這就是騰訊股票 今天的收市價 今天收市價417元 今天最高433元 最低412元 收市價就是417元 這些典型股價的 Open High Low Close 沒什麼特別 我先當 明天是隨靜日 騰訊派股息 派10元 這些都是記住我亂說的 就是我打過譬如 如果明天是隨靜日 我們會首先計隨靜日 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說 今天如果我3點45分 我買入騰訊證股 我踏入明天 明天我當是10月16號 是叫做隨靜日 每一間公司做任何隨權的動作 都要一個叫做隨靜日 或者叫做隨權日 我當明天叫做隨靜日 那誰拿著股票 踏入明天的話 就會收到股息 假設我今天 我3點45分 買入騰訊 跟著到明天一開始 9點9個字 9點半 9點7 我就將騰訊股票買出去 那我都將會在 派送日 收到個股息的 隨權日和派送日 是有出入假 不一定是同一日 就是絕對不是同一日 那變成中間 有些公司可能會隔兩個月 有些隔一個月 有些隔兩個星 都有的 那派送日 就是你真真正正 收到股息那一刻 就叫做派送日 OK 好了 明天叫做隨權日 那會怎樣安排股價呢 一般派股息來說 如果踏入明天 其實一開始來講 踏入明天的時候 他就會當今天的收市價 就不是417元 我當如果派送日派10元 就會當今天的收市價 是407元 就是踏入10月16號 他就會將之前 每一個交易日的收市價 都減回今天的派 就是隨權那個銀碼 減回10元 舉個例子 今天10月15號 是417元 就會變成407元 好了 再之前的 可能10月14號 就是再之前一天 我當個股價 10月14號的股價 是收436元 作收 即是星期一收436 其實就會 將436變成426 那這種是叫做潛伏權 將之前的交易日 全部減回將會派的股息 這個動作叫做潛伏權 而一般都是用這一種做法 作為這個股權上的改動的安排 OK 那所以騰訊的高位 其實是2021年出現的 那就是上了775元 但是由於這麼多年以來 他派過京東 派過美團股票給我們 也都派過股息 雖然不是多 因為科技股政權 不應該派那麼多股息的 那所以幾樣東西 合起來呢 就變成了其實 我們如果用潛伏權的方法去看的話 騰訊的最高位 不是775元 是700元左右 780多元左右 而在富途裡面 我們怎麼找到這方面的資訊呢 其實 富途的APP 我是很推崇備致的 因為裡面的數據 是非常精準 也做得好 User-friendly 即是我想基本上都 你肯探索 都看到很多資訊 你看到這裡有四個格格 按下去 那我就有很多一些setting 選不同的圖表 那這些我們今天不是討論環節 那我就來這裡設定 按一按 好了 跟著再下去 你會見到一個復權類型 這裡 再按下去 復權類型 好了 那我這裡設定了 就是前復權的 它有不復權 和後復權 我們稍後再說一說 有什麼分別 OK 那我設定了 就是前復權的 那我們就回去了 回去了 回去了 這個線追按 回去了 OK 就出一幅圖了 那由於2021年 都三四年前的事 那我將這幅圖 轉了做月線圖 你會看到我們這裡 這一個月份 就是騰訊的所謂這麼多年以來的高位 我按下 我按著手指按下去 就出了這條 這個座標出來 那你看到這個月份 其實就是2021年的2月 那就是個高位 就是最高706.1 那我想這個就是 Youtube的朋友就問 為什麼騰訊的高位 不是775 為什麼是706 不是富途牛偶搞錯 他們是做得很清晰的 那些事情 這個就是因為前復權 前復權 即是說 由2021年的2月 去到現在 講著騰訊 他是曾經派過京東 派過美團的股票 派過股息 加起來 其實由775元 派了70元下來 當然他派70元給你 不代表你賺的 因為你股價可能跌的 你想想775元買了股票 去派京東派美團給你都好 這三年派股息給你都好 今天的收市價都是417元 輸來都是要輸的 你賺了一個租 賺了別的回報 賺了一個股息回報 但是你輸 就輸了股價 所以不代表你一定會賺錢 但是如果我這樣看 我感覺不到當時是怎樣的 那你就來回這裡 剛才的setting這裡 四個點點 按一下 設定 好了 復權類型 我將它變成中間這個不復權 不復權的意思就是說 我這裡選了不復權 就是說 無論我當今天417元 明天騰訊除淨會派10元股息 那又會踏入明天的話 就當今天不是417元收市價 今天就變成407元收市價 這個是前復權 但是如果是不復權的話 那踏入明天16號 那股價其實 道理上 因為公司要付10元的現金出來 所以公司就沒有了每股10元 就是說10元的股息是以每股計的 所以你的股價又調低了10元 所以明天就可能一開始就是 如果沒有高開低開的話 就407元開始的了 那如果是不復權的話 踏入明天16號 再看回15號的收市價 依然都是417元 所以如果我們選不復權的話 我們應該是看回當年騰訊的最高位 好了 看一看這裡 775元就是這裡了 所以當你選了這個不復權的話 它就會當你派了息 我什麼都不管 我就原汁原味看回當日的收市價 所以變成YouTube的朋友 基本上可以這樣按回 你就會看回原本的證股價格是多少的 好了 還有 另外 又要留意 那這些派股息 我都還覺得 我都明白 收股息 都是收3-5元 10元 都是一個想像中 可以想像到的範圍 但是如果你選擇一些 拆股的 舉個例子說 英韋達 我們在上高 搜尋英韋達 這裡是NVDA 英韋達 我這裡選了NVDA 英韋達 這裡就出了英韋達 我們就按下去 這就是英韋達的股價圖 好了 我轉回日線圖 因為英韋達最近一刷十 都是今年的事 那你見到最近的陰陽足 沒事的 是吧 昨晚英韋達收138元 那我按住其中一天 這一天 這條線看著這支巴 這一天就是9月18日 那open high low close 都是8多元 是吧 但如果我們向前動 向前動 那你會見到這些 這麼古怪的情況 這一天 看回6月7日 股價收市價 這裡 12008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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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如果你不復權的話 它翌日的收市價 就變了 121元 即使股票 如果你這樣看圖 你白絲不得其解 你會覺得 股價一夜之間跌了90% 如果你選擇不復權 就會是這樣 但是如果你這個情況 你選擇做 這裡 我們的圖表的setting 我選擇做 前復權的這裡 設定 復權類型 我選擇做前復權的 出回去 出回去 好了 那你現在回到前面 沒事的了 幅圖又正正常常 不會帶上大落 你看看 好像 現在鎖了這個帳 不是鎖了帳 不是鎖了帳帳 我們這裏 我們這裏 6月12號 我找回 6月12號 因為剛才 徐政 一刷10是這天 6月12號是未刷的 這裏是未刷的 之後那天刷小了 但如果你是前復權的 這幅圖就沒問題 很順暢的 如果你是不復權的話 你就會看到這天之後 突然股價一跌就跌了90%了 所以我慣用是會用前復權的 因為你現在就記得 英偉達曾經一刷10 到這裏 我問大家 記不記得 騰訊是一刷5 其實是10年前 2014年5月一刷5的 OK 好了 所以當你 經歷了時間的洗禮之後 你就會忘記了 究竟這隻股票有沒有復過權 有沒有刷過股 有沒有刷小過 然後為什麼突然急跌 什麼大股 原來都是可以 大傷大落的 其實這件事是完全錯誤的 我希望大家都明白 我當你英偉達一刷10的話 刷之前1200元 刷之後一刷10就變成10股 你就變成820元 10股乘820 和一股乘1200元 其實都是一樣的 股值的資產值是沒有改變過的 不過股價就好像跌了90% 不過相對來說 你的股數也會增加了 所以基本上 剩下的價值是一樣的 但是當我們過了一段時間之後 你根本都忘記了 哪些股票是拆小過的 刷的比例是多少 舉個例 除了英偉達拆了之外 Tesla一刷3 早幾時我忘記了 一年左右 一刷3 接著Google也需要一刷20 所以中間其實發生了很多事情 但是你過多幾年 你就會忘記了 所以一般來說 你不復權就去看看 究竟是幾時刷小 但如果你說 我純粹想看股價圖的話 你選擇潛伏權 會是正常一點的 OK 我們回去了 現在這是英偉達 英偉達股價 一直沿著利家通道向上走 我們再看看另一種復權 按一按標誌 再按設定 復權類型 還有一個叫做後復權 按一按 OK 再出回去 好了 我選了後復權 其實也沒什麼 收市價都是138.07 沒有分別 但你試試 如果我按住 我當我按住 最新的日 我按住最新的日 好 按住最新的日 你看回下面那幅 10月14日才是1 因為今天10月15日 香港時間 10月14日 手指動了 10月14日這一天 那就是昨晚美股的情況 你看回收市價 66,356元 你沒看錯 這個不是道指 這個也不是Bitcoin的價 這個是英偉達的價 所謂的後復權 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我當今天 它是徐情派息 我不是減前面的收市價 我是把股息 累計下去之後的日子 今天表面上是收138元 其實是等於66,000多元的 為什麼 因為它曾經 我印象中 今年一刷10 之前有沒有刷過 我已經忘記了 再加上這麼多年的升幅 派息 其實等於它的股價是66,000多元 就是後復權的處理方法 而後復權 這隻股票很厲害 我只會這樣說 但對於我們這一刻 做任何投資決定 就未必有一個好 技術分析 尋面來說 就未必有什麼參考的價值 但純粹當作比較一下 原來放一段時間 那些股票的價值 是怎麼走的呢 原來英偉達真的很厲害 你今天138元 但其實這麼多年拆細 加上派的股息 原來是66,000多元 這就是後復權的安排 下一段影片 我們會再講一下 究竟股票復權 隨正派息 這些情況 港股 美股期權 有什麼影響呢 影響可以很大 大家必須要知道 如果你是玩股票期權的話 你必須要知道 隨正派息 測試是怎樣影響 其權合約的內容 和影響其權合約的價值 那這部分我們留待下一次 我們再錄一段影片 再跟大家研究一下 那下次再見 拜拜